大家好,在今集的节目讲书会和大家看一看 4月份英国的几个不同机构做的楼价指数 一月以往会和大家看一看 Rymov 这个机构这个网站 就是将很多楼盘贴上去的 他们会有很多数据是关于楼盘的叫价的 除了叫价的数据分享 也会和大家看看是两个英国的主要按揭机构 他们通过按揭申请的数据 去看到一些新成交的楼宇买卖的价格 讲开按揭也和大家讲一单新的新闻 就是在录影的时候 5月9号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英国又有按揭机构 在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再次出现了100% 即是没有首期的按揭 可以借足100% 究竟这个会对楼价或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按揭计划呢? 一会和大家聊一聊 最后会和大家看完英国政府的官方数据 讲最近的楼价变化 希望从几个不同角度 从楼宇的叫价 从按揭的角度 从政府数据和大家看一看 整体来说英国的楼市究竟是什么走向的? 先看看就是Rymov 这个地产网 相信各位如果有留意英国的地产的朋友 应该都很熟悉的了 Rymov 和 Supra 是两个最多人用的网站来的 Rymov 在每个月的月中 就是会推出这个楼价指数 2023年4月 他们说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按月这个月的升幅 平均叫价只是0.2个百分点 通常在每年4月这个时候 平均的升幅应该是1.2%的 今年很保守的 只是升了0.2% 就是叫价来说 他们的分析就是说归咎于很多的卖家 现在就听从了一些地产代理建议 就是谨慎一点的叫价 希望吸引一些春季 就是大地回暖 除了万物有生机之外 买家都开始慢慢走出来 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谨慎的 保守一点的叫价 吸引到买家 除了这个叫价升幅 就不次预期之外 另一个留意到的地方就是说 反而首次接买家 那个平均的成交价 是比以前高的 达到一个新的记录 就是224,900多磅 似乎 虽然那些买家叫价很谨慎 但是首次接买家 都挺有意欲去买家 推高到他们的成交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就是因为租金一直水涨船高 如果大家有看我这个频道其他影片 都会知道我另外会 每个月跟大家去分析 这个租金的走势 大家看看过去几个月 每个月的月头 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 其实过去每个月我做了这几个月来说 全部租金都是上升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租楼的人会想 说我一直交租 楼又一直租金上升 不如买吧 锁定了我的成本 至少锁定几年 一个案件的话可能有几年 这个导致了 越多人想上车 可能推高了首次接买入的价格 但是同一时间 它见到就是一个按揭的 那个叫做利率 其实是继续回落着的 因为去年 在这个秋季的mini budget 升了一个新高之后 一直慢慢回落着 这个反而跟那个息口的上升 不太吻合 大家知道最近美国有加息 很可能英国都会跟随 英良银行 但是按揭的那个息率 反而是持续下降 稍后会详细一点看一看 先看看 就是各个地区的一个趋势 这是图来的 如果各位听听声音版的朋友 可以看看简介 我有一个连结给大家 按下去就可以看这个数据画面 看看影片版的朋友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按月来说 整个英国只有两个地方 按月是楼价跌的 一个就是伦敦 跌0.5% 另外就是这个东北 就是这个region 跌0.1% 其他地方按月都是升 但是升幅不算很高 苏格兰呢 不知为什么 无论租金和楼价 都是很高的 那个升幅 按月一个月 苏格兰是升了3.2% 都挺厉害的 那个升幅 其他地方都是0.4% 1.4%的 按月的升幅 都不算很厉害的 再看看整个 英国的楼价的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一年的一个走势 见到是比较反复的 在去年的10月 去到一个高峰 这个叫价的高峰 然后开始滑落 连续两个月跌得很急的 之后慢慢又开始重拾上升的轨迹 最近呢 就好像刚才所说 这个月是升了0.2%的 不算升很多 在去年尾 连续跌了两个月之后 就有点少 在这个轻微回升的迹象 要看五年 远期大家看到 过去五年其实是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下跌 通常就算下跌 都是连续跌 几个月都会升回的 所以似乎可以看到 英国的楼价 并不存在一个 叫做 转为长期下跌的走势 只不过 通常会升几个月 一年半左右 总会跌一阵 然后再升回的 这个走势 其实是没有变过的 而至于 这个地产代理 每个代理 他们手上有货 即是 一个市场的数目 其实在去年的年尾 是跌到一个近月的低位 之后 就慢慢回升了 但都去不回去年 如果楼价在第三、第四季 那么切的时候 那个数字 还没有回升 但是开始回升 正体来说 可以看到 楼价开始回暖 而平均需要几天 找到买家 曾经一直上升 正在去到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 是达到超过六十天 才能找到买家 现在的数字 也开始回落 同样地 可以给大家看到 似乎楼市 真的开始有复苏的迹象 这个就是Rainwolf 给大家看到的一些数据 看完楼宇的叫价 就看看按揭机构的数字 先看看Nationwide 这个是英国其中一间 最大的按揭机构之一 应该是头三大里面 其中一间 他们都是每个月 会发表一个楼价的指数 通常就是每个月的月初出的 他们看回 他们最近收到的 那些按揭申请的数据 给大家做个参考 可以看到就是说 今次标题就是 似乎有稳定的迹象 去到四月的时候 stabilization 我可以看到 在四月的时候 按月是升0.5个百分点的 这个就是楼价 经过七个月的连续下跌 连续七个月跌了之后 终于就有个轻微的上升 而按年的变化 也是稳定了一些 上个月 即三月 按年是跌3.1个百分点 而四月按年只是跌2.7个百分点 大家看到的数字有点不同的 刚才的right move 是叫价来的 叫价大家可以看到 按年是一直在升 都是1.2.3% 但是呢 在这个Nationwide 他们看到的数字 就是按年一直在跌 可以看到就是 似乎叫价可能叫得进取 但是去到真的成交了 做按揭的买卖来说 反而楼价是按年跌的 而按月也是连续跌了七个月 刚才开始止跌 有轻微回升 那平均来说 四月来说 全国的平均的价钱 是26万磅的 那个成交价 这个就是似乎可以看到 从这个按揭机构的数字 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开始 没有什么大的下跌的跡象 看到这个数字 刚才也提过的 就是这个按揭的息率 其实是一直在跌的 根据他们的资料 如果做一个五年的定息按揭 而是借七成半 即是首期是两成半 那个利率呢 是2023年3月去到4.3% 不算很高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年底 因为这个跨师跨厅 当时在任的财商 搞这个mini budget 正式来说 应该叫振兴经济计划 结果就是 慘淡收场的 但是就 令到整个英国的经济环境 和那个利率 都是很不稳定的 当时的按揭息率呢 如果用回五年期平均来说 做这个按揭 是去到5.5% 百分点以上的 很高的 甚至呢 当时看那些报道 有些人可能他们的情况 条件比较差 他们要捱一个贵息 说的是 升到百分之十都有的 如果那时真的去签约 那可能锁死五年 都交十来的 那个息率 很夸张的 那当然 现在和去年 同期 就是一年前的三月 比较差很远 当时的息率 只是百分之二点一 而已 就算和 一四年一五年 左右的高位 即是三点多的时候的比较 现在还有一些距离 还是高的 不过一直在回落 这个似乎可能出人意表了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过去这大半年 是美国都是加息 于是英联银行 都是耳朵底 死根 全球 很多地方都会加息 但反而 按揭息率 已经是持续下降了 证明呢 其实那个 从按揭市场看到 市场会告诉大家 会觉得就是 未来的不稳定性 是慢慢降低的 因为 其实息率 是和不稳定性有关的 似乎就是 息率是在降低的 可以反映到 就是 一直有个下降的趋势出现 现在看到一个数据 就是来自Holyfax 这间也是一间很大的 按揭机构 大家可能经常看电视 都看到他们的广告 甚至有首歌 Stand by me 就是经常有这个广告 他们是一间很大的 按揭机构 他们的数字就是说 按揭的楼价 跌0.3% 这个呢 就和刚才的Rightmove 和Nationwide 有点不同 刚才那两间都是微升0.2% Holyfax 跌0.3% 不出奇的 因为不同机构 他们的数据 是来自不同类型的顾客 要视乎他们会接的 一些按揭的 一些盘 是什么类型的物业 和刚才说的Rightmove 是叫价的数据 这些按揭也有点不同 所以 不能够完全直接 Apple to Apple 比较 但无论如何 大家看到的数字 都不是很大变化 即是按揭就跌0.3% 就算按揭也是升0.1% 可以见到 其实呢 就是 这个Market 好像他们Holyfax的标题所说 Market is more stable 开始稳定了下来 那trend 如果看回 过去这一年的数字 大家会看到 这个是按揭的变化 这个不是楼价的 这条线是一个变化 即是按揭的change 是曾经很厉害的 去年是说双位数字的 直到去到 10月、11月 即是年尾先的升幅 是跌到单位数的 最近甚至按年 是跌到下去 几乎没有升幅 几乎 按月 甚至有轻微的下跌 可以看到就是 似乎大升了一年之后 或者一两年 这样说 楼价开始 就是那个升幅 就不再脱疆野马了 开始就是稳定了 即是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升幅 一个单位数字 甚至是几乎没有升幅 这个就是Holyfax 他们看到的数字 这个也是 比达还有一参考 而至于平均的楼价 是坐完过山车 去年去到下半年 是升到它的高位之后 嘶 滑下去 去到年底至年初 是跌到低位 之后就抽回上来了 最近又好像 又似乎 又似乎 升完两三个月之后 又好像慢慢 就收到油 这个就是 可以给大家看到 就是楼价 是好像他们所说 是稳定了 如果用一个字形 就稳定了 开始稳定化 的 说到这个案结 就提提刚才片头的时候 提到一件新闻 刚才今天新鲜滚热辣的 就是 在2008年的金融海涉之后 再次是有英国的 按揭公司 提供了百分百的 按揭即是 零首期就可以上车 这个 就是Skipton Skipton Building Society 都是 印象中 这个头五大 都是一间 不是说小的 按揭机构 那它就宣布 它稍后 没有细节 但是它已经宣布了 稍后 是会推出 就是这个 零首期 这个 借足十成的 按揭计划 预算 就是不出一两个礼拜 或者几个礼拜之内 就会推出的了 那胡鲁里 买什么药呢 为什么可以 够胆做这个 其实它有些条件的 首先就是说 它是要通过过去的交租的证明 就是 过去至少有两年 是稳定地交租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而第二就是 它们交的租金 要是接近它们 现在申请的按揭 那个还款的金额 就是举个例子 如果 你日后 要供的这个按揭 每个月是供 举个例 2000磅为例 而你是能够 出示到过去两年 你都是能够准时稳定地交租 而租金 都是要达到同样的数字 就是2000磅一个月 这样才有机会考虑 去批准你这个十成的按揭 那么 十成按揭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又不可以说完全没有的 市场上面 但是通常市场上面 有的所谓十成按揭 就是要做到 例如说你有些亲朋好友 去做担保 或者有些抵押 就是简单来说 要靠副干 这样 可能有一个 父母去支援 可能跟他做一个 叫做抵押 或者是一个 叫做担保 才可以做到的 而今次Skipton 他们真的做 十几年来首次 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担保 或者是一些抵押 都可以借足十成的 而且就是可以 应该这么说 不用首期就可以上车 只需要你之前 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交租记录 就可以了 他们就是说要做多个两年 因为稳定性高一点 不想你常常转 就是转另一间公司 这样的 但长情未知道的 暂时只知道 他们会推出这一样东西 那是不是有好处呢 其实是的 我自己的一些认识的朋友 包括一些同事 尤其是这里是伦敦 我住伦敦 是比较贵的楼价 有些同事 其实他们可能 一个couple 可能两夫妻 或者partners 其实赚的钱是ok的 可能收入都不算太差的 他们要如果两夫妻 加上一个月可能2000 3000磅 绝对是可以做到的 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卡在首期那里 供楼没问题 但是要他们一筆过 拿大筆的首期 就是有难度了 因为英国这边 一般来说 你只可以在银行那里 借到你年收入的 四至五倍 不算很多的数字 因为这样 他们就要拿大筆的首期出来 但是对很多年轻的夫妇 他们可能只是出来 工作十年八年 那存到的首期 就不算很多 尤其是英国人 一个客观的数据 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的储蓄率是不高的 有很多人甚至没有什么 聚触的 可能只是 够花几个月而已 如果没有那份工 就会很严重的 很多英国人储蓄率都很低的 要他们 扔一大筆钱出去做首期 真的很难 所以他们有时卡 不是卡在公款 而卡在首期那里 今次这个计划 推出 绝对会帮助到很多 这些首次的买家 因为他们 是不需要抬首期出来 当然了 息率会高一点 现在刚才看过 可能是四点多的百分点 就可以供到楼的 那个息率 但是这个计划 据说可能要是五点多的利率 才可以做到 即是高超过一个百分点 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个代价 你没有抵押 又没有担保 当然了 就是要 付出高一点的借贷成本 才可以借到钱 相信这个是会帮助到 一些首次企业买家 不知道会不会对于 这些首次企业的 人士他们 Target 的一些物业 那个成交价 和中数率大是刺激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接下来这几个星期 应该就会有新的消息 正是正式出炉 就会知道细节 而且都会看到 究竟会不会有其他的 案件机构是仿效 再和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 英国国家统计的数字 他们是会滞后一点点的 他们在四月中 就出了二月的 楼价指数 和大家看看官方数据 因为刚才看了 一个 楼宇买卖网站 Rightmove的数字 看了两个案件机构 看了政府数字 完整一点 有个整个图片去看 他们的数字 就是说 在2023年的二月 如果按年的楼价变化 就是上升的 升5.5% 这个数字 又和刚才那几个机构不同 所以为什么说 不如多看数据 因为 从不同的数据 可以看到不同的资讯 比对楼价 平均楼价 Roman一年 很有限度 大家看到整體來說是一條上升軌 雖然曾經在金融海嘯跌過一個頗大的跌幅 但之後一直上升,沒有很明顯的長期下跌 到了最近,就是2022年的11月 到了高位,然後就連續幾個月下跌 出現了一個向下的跡象 但會跌多久和多呢? 沒有人知道,不過如果看過去十幾年 大家看到很通常會上升一段之後 都會拉平連續幾個月或者大半年 然後再上升,然後又會跌幾個月 然後又再上升,然後又跌幾個月 所以現在如果真的跌 你說跌幾個月到半年或者大半年 其實都不出奇的 如果說到樓價的價格來說 要看回四個國家 英格蘭是最高的,樓價 然後就是威爾斯,然後就是蘇格蘭 然後才是北愛的 以這個次序排列的 但是哪個國家都好 大家看到過去幾個月 都會有下跌的趨勢 如果只看英格蘭 可能比較多朋友會關心 那個樓價 那個案年的升幅最厲害的就是 West Midlands 即是中部的西面 那就是去到8.6個百分點的 最少竟然是倫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已經太貴了 貴到一個位,沒有什麼上升空間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原因 如果大家來買做投資的話 要想想看一個表裡面 哪些地方的上升幅度最厲害了 大家可以pause這個影片 慢慢看一下 然後再看看就是不同的地方 即是在英格蘭的region 他們那個樓價 看到最厲害的都是倫敦那條線 依次序數下去 第二個應該就是紫色的South Eastern 傳統上比較貴一些的地方 那就是東部Eastern 然後就是South Western 這些都是一些 通常樓價都是屬於稍微貴一些的地區 這個都是沒有什麼意外的走勢 但是無論是哪個地方 大家看到了 過去幾月都是下跌著的 無一例外 見到英國近月的樓價下跌 可以說是或一的 沒有什麼例外的情況 最後說回來 就是這個數據要提醒大家 政府的數據 有少少地方要留意的 距離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由英格蘭的土地註冊處 蘇格蘭的土地註冊處 北外的土地及物業服務 應該都是一些打來印的機構 另外就是 這個英國的國家統計局聯合製作的 每個月會公佈 但是它會比較慢一點的 四月說的是只有2月的數字而已 而且呢 其實他們不是拿了最近的數據的 舉個例子 如果以英格蘭為例 它只是拿到2月的 有的數據的46% 即是說不是所有成交都放進去的 只是抽了其中1.46%而已 而蘇格蘭那邊就是7.5%的成交 是有 take into consideration的 意思是就8.49% 即是接近1.5%的數據放進去的 所以 不可以說全面反映到所有的成交 而且呢 是它在說 去到2月的時候 它們可以出現拿到 available的數據 就不是說一定是那時候成交的 因為有些滯後的嘛 所以 這些數據呢 是會不是最update 最flash的 如果大家想看到最新的狀況 一定就是看叫價了 因為那個就是 剛剛擺出來的叫價 但是叫價可以還價的嘛 那麼最終還了幾多呢 如果大家看剛才另外兩個機構呢 就會看到那個按揭了 但是當然有人會說 按揭雖然只有最新的成交價而已 但是有些人是cash buyer的嘛 尤其是某些 譬如香港人啦 或者有些海外買家 會是cash buying的 他們會是 即是 用現金一炮過比賽 很豪的嘛 那麼 有這樣的情況的 所以都不能夠全面反映的 如果大家看完 政府數據就會全面一點啦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影片裏面 要和大家看四個不同的數據啦 以上和大家看了這些 的樓宇價格的成交價行走勢 亦和大家更新了最新的 關於案件的情報 就是重現江湖的這個十城按揭 希望大家會喜歡以上的分享 我每個月都和大家 就看一看英國的最新樓價走勢 有興趣的朋友呢 不妨訂我這個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鈴 一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到你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